在本地 随着防疫措施逐步放宽 受访的补习和增益课程中心表示 已经全面恢复实体课教学 补习班的出席率达冠病疫情前的超过七成 不过有增益课程中心仍保持谨慎 继续限制实体课的学员人数 记者洪宝林报道 钟丽颖的9岁儿子在这家补习中心上课 星期三下午他趁孩子还没放学 来到这里了解中心的安全管理措施 好让他能更放心的让孩子上实体课 在实体课老师会在旁边 所以如果有什么问题的话 其实比较容易解决 虽然网课也可以解决 只是觉得可能学生很多 然后可能你的问题就会承诺海底 也没有限制说人数 因为现在只要没有违反安全措施的规则 我们都会让家长进来 老师会向家长们汇报他们那天所学的概念 还有他们在班上所做的一些CT 全岛有8家分行的这家补习中心 每星期有超过2000个补习班 平均一班有8名学生 现在是没有人数的限制了 通常一个班级里头最多可以容纳到12到13位数的学员 当然在班级里头我们的这些老师 还有我们的这些学生都是以戴上口罩为主的 所以说是没有这些限制了 恢复实体课后 这家增益课程中心在进行激烈活动时 学员可拿下口罩 中心表示由于未来人充满不确定性 现阶段仍维持五人一组的教学安排 新传媒新闻记者洪宝林报道